日前在台南这边发生了一个游艺场的随机杀童案 这个被杀的十岁男童 他的父母李毅 平常是跟父亲住在一块 个性非常乖巧 在学校的人员也很好 昨天下午呢 家属是到了游乐场招魂 妈妈看到他惨死的这个厕所 血迹斑斑 哭到全身贪软 而他的家境其实非常贫困 爸爸听到噩耗的时候 身上只剩下三百多元 连要办后事都很困难 十岁男童惨遭割喉 父母到游乐场招魂 母亲看到男童惨死的厕所 留下大片血迹 痛哭到全身贪软 男童的父母离异 家境困苦 连要办后事都有困难 我昨天 添加三四百块而已 一八三四百块而已 那是我所有的钱 身上三百多块是全部财产 来到男童家中 房间厨房凌乱 碗没有洗 冰箱乱七八糟 父亲担任保全 又得照顾孩子 根本难以兼顾 看着照片中的方小弟笑得好开心 原本应该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被无辜杀害 让爸爸难以接受 懂事孝顺的方小弟知道 爸爸当保全 一个月只赚一万多 很贴心地把零用钱存下来 方小弟就都国小五年级 父母离婚后跟父亲一起住 在校品行优良 人缘好 还担任司法小职工 事发前一天晚上 原本要去找母亲 却因为下雨取消 惨遭杀害 让父母懊悔不已 死者家属伤心 但另一方面 曾经嫌犯家境也一样困苦 相依为命的爸爸 难以接受 儿子竟然会下手杀人 凶险的父亲说 十多年前离婚 独立养大儿子 但儿子生气孤僻 沉默少言 几年前就搬出去住 与家人很少联络 同样出身单亲家庭 无怨无仇 只为了吃劳饭 凶险残忍杀害方小弟 让父亲伤心 更毁了男童的家庭 追求赖冠状 S小组 探队报道